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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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看完了画面以后 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对局的经过 孙浩宇先走 然后中炮对平衡马开局 对 孙浩宇也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选手 他除了研究起义以外 他也非常注意收集象棋文化的文章 对 他的微博叫做不周山的棋子 他上面收录了很多有关象棋典故的一些棋文议事 大家感兴趣的就可以去上去搜一下 那么现在这个棋双方是选择了中炮七路马 谎开又拘 对黑方三不虎巡逻的这么一个变化 这个也是一个老变 那么徐超就是比较喜欢走这个棋 包括江苏队都是走这个棋比较多 这个棋就是比较稳健 就是黑方能够及此避免一些复杂的变化 但是相对来讲 这个棋红方也容易把握好 先手 比较平稳的这个局面 那么形成了类似这种盘和马七路马的这个局面 局一平二 局一平二 局九平八 黑方这个时候 由于三路马三路线有一定压力 他选择向三进五 先补一手棋 这个也是比较稳妥的 对 目前现在红方 主要是七路线有些工事 不宜继续再增压了 如果你走局八进六的话 这个就显得有点太重复了 那黑方可以顺势炮平衡对调了 大家看这个棋红方来不及局八平七 这儿你黑方炮一进四这个反击也非常厉害 你局进行吃马 他这么有一打 将来马七进六也是有先用 或者直接马进六 这都可以 对 底线还是有一定的危险 当然这个马进六的时候 你要小心他这个一局三得 那炮一平三打了这个像以后 还有陈底居越这些手段都很厉害 作为红方来讲 这个是一个失败的徒刑 好 我们再把这个七局退回来 红方这个时候 还是安不就班的上马 出动子力 黑方炮二进六 这个棋就是 红方的阵型是稍好一点 但是黑方的阵型 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 黑方也就这个三路马比较 对 就说红方就是略好的一个局面 想进一步扩大战果也不容易 就是需要慢慢的下 那么红方采用了这个飞边向 然后再对足的这个手段 也是比较可取的 就是红方可以 即此的能不推进 那么黑方由于三路马这个弱点 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 那么索性黑方就不解决它了 就是退炮来打这个马 通过巡河的反击 争取有些补偿 就是他把这个象打掉 对 红方再把局局对掉 这样双方就是比较早的 就进入了残局的较量 张老师 就是在这个局面下您看 就是这个棋 黑方虽然吃了一个象 但是这个二路马还在原位 而且也少了个冰 是不是应该 红方应该是一个 非常的一个不错的一个前景的一个局面 这个棋是这么看 就是说 红方呢 就是在冰上是多了一个冰 但是少了一个象 它也有后边的固执 不过也没关系 因为我想呢 黑方这个子力不是在后边吗 所以是不是 还是红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形式 当时我觉得 如果我下红方的话 就是特别的乐观 对 就觉得红方这个形式非常不错 但是这个棋论是这样 就是说红方呢 也不能太夸大自己的优势 因为这种优势呢 在物质上来看呢 也是很微弱的 因为一个冰到底是不是能抵一个象 这个也不好说 对 总体上来看 就是说红方呢 子力的速度呢 要比黑方呢略快一点 因此呢 可以认为是红方呢 略优一点点 我觉得这么客观来把握呢 可能如果心态呢 能够比较平和 就是说 这个棋想走出更大的优势呢 还要再努力 可能也是 从后面对局看 这个红方少一个象 还是有一定顾忌 对 足久行 红方你看 他这个马尽管前进了 但是他现在 就是说他也不好继续前进 对 他现在一回来 这个兵丢 对 所以他飞一个边向 因为这个黑方的子力呢 等于也对红方构成了一个牵制 你暴动 对 你要是乱动的话 就有可能丢兵 所以红方呢 这个为了倒马回来 不惜把这个边向飞下来 这个边向一飞呢 整个这个阵型呢 还是稍显这个松散 那么黑方炮就先打他一下 红方退马 嗯 黑方再马上进去 黑方呢 就说的 尽管没有走特别好的旗呢 但是也没有走太坏的旗 这个打稍有点问题 对啊 嗯 这个打了半天呢 这个红方也没有 就说的明显的所得 可能红方稳一点呢 他可以考虑先吃个试 然后将来根据需要再打吧 反正给打不打 他这马也不敢动 你一动的话 反正你就中足失手 所以红方这个试一点 应该不一种试 但是这个 啊 孙奥宇呢 他本身七义风格呢 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 嗯 他是比较喜功好杀的 他是喜欢乱中取胜的 这么一个风格 对 下这种细腻的地方呢 可能不是很擅长 嗯 可能他俩相对来讲 徐超更擅长一些 对 下这种一期 徐超呢 应该说这个功夫 还是比较过硬的 因为这个 从事专业的时间呢 也比较早 有这么 七零也有十多年了 就是说从事专业的 这个七零 这个徐超呢 这个 是江苏输入人 这个本身的南方人呢 就是应该说比较细腻 这个孙奥宇呢 应该说也是江南人 但是他是江西人 江西 来自江西万载的 这个万载呢 就是也是宜春市下属的 一个地级市 这个万载呢 这个特产呢 就是也挺多的 我那个有一次呢 去那里这个表演 他们当地产那个木头 竹子 还有这个 像我们那个茶油 还有茶叶 还有这个稻米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江西 大家也知道 它那个水 水资源也非常丰富 它泡酒推了以后呢 这个棋呢 洪芳呢 如果想进一步 扩大战果呢 可能这个时候就 打掉算了 先换掉 换掉这个棋 然后呢 再炮五次 再打 好 这样 那会不会黑方 也是顺势 马七进 换掉 这样两人兵种都 不太好 换掉它也不太好 换掉两个马 要比两个炮灵活 那黑方可能要 马七进八 它不能换 对 这儿可能红方呢 还是先多兵 或者黑方不走 马七进八呢 就要炮子平衣 把这个鞭冰 炮子平衣这样 对 感觉应该是 这儿下不就说的 红方还是略优 略先一些 就确实的 红方这个位置 还是好 还是有利一些 但时代当中 他这个招走的就不好了 对 他可能太偏了 这个马跳 对 他这么一走 黑方遭到 马七进八这么一走 对 红方突然一下 进攻无门了 他这个招 可能是 对方没有预料的 因为你这个走 这个双鱼肯定是想着 对方 你也打不出来 将来我马上进三 再把你压住 对 这儿红方就 非常舒展了 但是黑方肯定 不能给你一个机会 等于双方这一带 是一个必争之地 并且黑方你看 他这马八进六 还很厉害 对 一个双打 甚至是三打 红方看来看去 他没有看到什么棋 对 他就是选择了 炮六进五 这个转化 这个残局 确实它很细 对 你什么时候进行转化 什么时候走 也很重要 目前为止 红方确实也没有想到好的办法 他就是 先把这个中族吃了再说 然后接下来黑方 炮四平 炮四平 现在是红方多两个兵 但少一个像 实际是多一个兵 你这个边兵将来争夺 也有可能是黑方的 对 当然红方一般不肯 其实比较符合现实的精神 也可以考虑把马退回来 对 但是他就是觉得 马六进七以后 马八进六 将来炮七进一 对 其实他马六进七以后 有马七进八这种 攻杀的一个手段 实际就是说 当他炮四平以后 红方走马六进七了 这招的棋 就是说红方想利用攻势来牵制他 他没有先打 他先马八进六 对 他先跳马灯了一下 这个思维很重要 对 你为什么呢 这个棋主要黑方 下无一马进八这个牵制 对 我们摆一下 先炮一五的棋 如果你先打出来 这个棋变化就不一样 这样子就很厉害 对 你在退炮的时候 红方等于先蹬着你 对 那这个结果呢 应该说是黑方呢 不愿意见到的 或者说他黑方不能接受的 对 他先马八进六 蹬 这个先蹬一步呢 这个很重要 等于迫使红方这个炮呢 要脱离这个 炮五金四这个位置 对 不过我觉得他实际上 炮五推一 也可以理解 因为一直想要走马七进八 这一个攻势 对 所以他炮五瓶九打兵 可能不太肯 对 打出来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棋啊 从现实主义来看啊 就是红方呢 黑方是不是也是把兵打过来 就是红方应该走 炮五瓶九打 对 把这个组打掉呢 这个残局呢 应该说呢 红方还不是很怕 然后你炮击进三 炮九推二 炮九推二 来打他一串 这个棋 这样黑方这个马呢 没有地势闪 他只能先炮给将 好 这个棋不能支持 支持他打北冰是先手 先手 这个红方还受攻 红方呢 不行就直接上帅 那正好有个跳马将 你也只能将 然后我就出来 然后你炮一瓶 我把这个中兵给我打掉 对 之后呢 这个棋啊 这条棋比较好 因为看起来红方啊 有一点危险 对啊 老帅的位置不安全 万一让黑方这个马炮组合起来 双马一个炮组合起来 会有攻势 但是红方这个时候呢 可以比较轻松的把马走回来 把他这个炮扣底下 然后看你怎么动 你看 那他炮平一步呢 平一步我就简单了 我一步骑就合了 这有一个对子 对 红方是对了以后 行程一点也不差 对 还是好一点 还有马炮兵 兵种还好一点 对 你要炮我平八呢 也有一个 我马上去四 对 还有个对 对 所以这个棋 黑方 炮我平七可能就得 不还是红方稍好一点 这个棋就是红方呢 形势不差 就是说我可以补个试 将来我老件对机会下来 或者再试五斤六 我这个巡核炮守着你 我这个兵随时可以对 这个马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再往上上 对 如果这个局面 来看呢 就是说红方呢 基本上可以利于不败 对 就是说进口攻退口守 双方基本上军事 就是说黑方多个像 有点牵制 红方多个兵呢 暂时也不好进攻 这个棋发展下去呢 就很有可能的 成为一盘和气 所以说红方呢 所以说红方呢 当时也有可能他不肯 他还过于呢 迷恋这个攻势 对 炮我退一 他走什么呢 他走炮我退一 想与对方呢 继续战斗 对 那继续战斗 到底是好 还是坏的 那好 稍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呢 进行进一步讲解 刚才我们说到 红方这个炮腿 实际上红方的炮腿 就有一点勉强 这个等于红方这个攻势呢 不足了 对 因为这个马蹬了以后 他这个点也都要控制住了 也可以防守 对 所以说这个其实红方 我们刚才也说了 现实的精神 应该走炮瓶 就炮瓶 随时呢 回撤 攻守兼备 这个有些下象棋 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不能啊 盲目的一位去进攻 有时候呢 要攻守平衡 有力的情况下呢 你就要去放开去进攻 当你进攻呢 不好去进攻的时候 你要就是把权子收回来 先再积蓄一下力量 那么如果双方都没有能力 再进攻了 那这个棋达成一个核棋 也属于正常 那好 我们来看看黑方 怎么抓住时机去反击 他炮一斤 五 把这个兵呢 打掉 这个兵打掉以后呢 就等于是 红方啊 这个棋啊 这个 整个这个兵啊 都不好动了 对 那么红方 如果把这个棋 就孤立的 看这个棋来看 红方唯一的走法 还应该走炮瓶瓶 先尽快对子 再争取对个子 然后你要真将我的话呢 我就上将了 你不一定敢将我 以后没有马六斤四 对 你将我一军我就出来了 如果你接受这个换子呢 那么红方呢 尽管没有便宜可赚呢 但这个棋 也关系不是很大 对 还是形成一个双方 对双方后有顾忌 但是他退炮呢 感觉总是很委屈 对啊 因为他并不好 已经炮我退一走过了 然后继续灌掉这个思路 所以说 他连续的这个犯错误 正是由于开始 这一步棋很关键 所以说 我们在下行当中 特别残局当中 唐唐你发现没有 这个支对一个 比较长远的 你具有战略眼光的 这个计划很重要 如果一旦失调 你又可能 这个死亡中就走下去了 越走越黑 最后就可能 真是想挽回的时候 后悔也来不及了 对 还有一个仙江 对 仙江你上不了 老将 你看他把六斤四抽炮 所以红方很无奈 知识 对 没办法 那么黑方很高兴 这都是先手 打一个边兵叫重炮 对 红方 黑方也是选择 对 这个地方他也很难走 因为他不知识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 如果你初帅 对方最常见的 就是一将 就俗话 说呢 就是老将怕高 对 他先手一打 就退马将 反而变成后手了 对 你将他出将 你还在逃马 然后他将来 炮几瓶六这个将 这个马就闪击了 所以说这个棋 红方就很头疼 就是 他顾忌很多 所以他被迫呢 被迫十五斤六 对 十五斤六 之一手 那我们看看黑方 怎么走呢 对 黑方也是继续 进炮将军 他先足九斤一 他进炮将 先将 对 他是先把自己的 那个危险的 一个化解掉 对 然后进炮 他先把这个打 就说 黑方呢 你把这个足弃掉了 但是为了争取先手 就争到这个足九斤一 对 把这个马 赶走 他实战走的马是进四 对 你感觉好吗 这招棋 当时我就觉得 这棋应该是 双方应该是一个成 一个对攻的一个局面 但是当时我觉得 马来这次挺好 以后还马 马斯坚二 灯泡的先手 但是没想到 黑方就走了几步棋 就形成了一个 优势局面 所以说这个棋啊 这个进马呢 是 也是继续盲目进行 对 虽然子力也很少 但是还是需要注意 这个防守 就是红方呢 看上去很委屈 对 但是也确实呢 也只能 如此了 对 把马呢 及时退回来呢 进行防御 要比进马呢 效果要好得多 这儿将给黑方 进攻呢 增加一些难度 对 还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局面 那红方呢 这个拍马过河 什么结果呢 那就是对方 也有棋 他先马里进去 讲 对 这个棋 红方就是很头疼 这个将位 不知道该怎么走 对啊 这个老帅 不好选择 如果往这边出 我们看啊 他就说这个棋 他就可能聚于平足 对 你什么时候进马 灯 我就炮去平足 给你 这个叫灌雷炮 对 将来这个足 就不断地向下冲 你掉这个老将动不了 而且这个炮 随时一收啊 就是杀棋 对 这个将为 这个进不来 这个钓鱼马 钓着红方这个 很难受 那么还有一种走法啊 就是下山 这个的我觉得 到底要给大家 多分析一下 就是类似这儿的局面 怎么去阻杀 大家记住啊 这个马到底向 那个位置非常厉害 这是一个杀棋的 这个局面 马就进去杀 你只能上山 上将 或者出帅 反正都结果差不多吧 一将 你出 如果这边一出 它再一将 你这个炮都丢了 进将嘛 八推六 对 下降 炮一陈底 杀棋 所以说这个棋 你要是往这边出呢 这个也很危险 它那个炮 运下来 对 这个 这点杀 你也得回马 它这个足够在一瓶 对 炮七进六 它随时将来一将的 这个炮还可以抽射 就这个 这个棋很厉害 对 你只能回 你最主要老 老帅的 动不了了 你还不能马脑进八 人家炮就退一将 然后炮退一将 就把你抽掉了 对 这个棋 这个是 俩事反而成为障碍 所以说这个棋呢 就是说 黑方呢 也是 很厉害 所以权宜之下呢 红方很无奈 他直接走 帅我平六了 那黑方这个时候 又走了一好棋 炮九推 对 这招棋也很刁 什么意思呢 不让你试一支起来 试一支起来 黑方就安全了 但是呢 这个棋呀 就差着一步棋 你试不起来 你这个老帅的 就永远不得安宁 对 所以走到这 你应该说 红方确实呢 这个棋 有一点痛苦了 对 红方是个B5B 对 他这个棋 还不如赶快马斯基2了 然后马斯基3 先把这个炮缠住再说 他又不愿丢这个中兵 但这个棋 就是越走越被动 他马九推八 只是一个杀 他只能马斯基3 往里填 这个地方呢 他倒走的是不错 对 选择炮七平六的一个杀板 这个棋 如果你走这个棋 他有马九推八 对 这有个巧招 对 这样呢 红方呢 反而没有所得 反而这不怕了 对 你一打 他马斯基3登了 这个红方还要赢呢 对 红方有两兵 对 黑方这个棋 弄巧成拙了 同样你走这个 也没有什么意思 他马九推七是个杀 先是杀棋 你出将 他再把金武连上 黑方等于也该走了 对 所以说 黑方呢 对这个呢 都心知肚明 他选择了一个 炮七平六 炮七平六的棋 对 他实战非常巧妙 这是杀 他进将呢 他又怕他僵 对 马八斤又僵了 僵一下 也很痛苦 他实战走炮五平四 对炮五平四 黑方又炮了击二 炮了击二 他又准备炮六平七 一个杀棋又要吃炮 对 所以他也很无奈 他就只能把炮退回来 黑方又把它握上 马八斤七 对 这样子他也禁不了将 禁将 什么时候禁将 什么时候有炮酒退衣 对 这个黑方这个全盘都很瘦 红方全盘很瘦制 嗯 他把这边捂过去了 对 然后他平炮 这个鞋红方就是啊 也只能禁帅了 禁帅 但是黑方呢 也可以这么阻杀 对 不 红方 黑方 要僵的话 没有用 他会下来 他是不是有个炮八支四 打炮的这个手 那红方 因为将我平四就出不了 嗯 这个棋 暂时还不要紧 就是说黑方呢 这儿肯定也是占优 但是还不是能够速胜 就是红方啊 红方位置 不过挺危险的 你看 就是等于走到这的时候 红方也只能禁帅了 就是再危险呢 也只能这么扛着了 如果真顶不住 也就没有办法了 对 实战当中呢 红方没有禁帅 他慌了当中走了一个马蹭圈 应该说 这招棋呢 呃 使形势呢 这个迅速就溃北了 对 啊 这个我们再看看 红方这个棋 到底有没有棋 他禁帅 啊 我刚才说僵没有用 你只能打 我们上帅 如果你这么僵的话 可以泡他进一顶 对 他可能 你要 泡八支 叫 叫啥 叫啥 我就是把尸子再收回来 啊 把尸子再回来 对 因为马金六师长 这个棋呢 就是说 呃 形势是有一点被动 这个是好运 但是说的 这个棋 反正还能够坚持一下 啊 对 比实战的效果要好一些 他这泡八支 也是好棋 把这个老帅呢 给他封牢 实战走的马 三推二 马三推二呢 这个很明显啊 这个就是 失误了 等于黑方 直接马七退六 一走 对 就可以把你这马呢 抓死了 实际上呢 这个退马呢 也是当前黑方 比较简洁的这个招法 一招可以直胜 那黑方可能 由于时间也比较紧 啊 他没有走出来 他直接走阳向 把红方这个马呢 卡住啊 也是这个道理了 就是这个棋 他也没办法 红方的这个时候 应该走近将好一点 近将好一点 但是这个棋 我们看啊 黑方啊 他有这个平足的手段 这个马也动不了 对 这个马很危险 如果你平兵啊 对方就生硬的去蹬你 你再拱 他可以炮九推四 炮九推四 那他下兵 下兵这个马还有危险 哦 对 下兵 下兵有个巧招 不是蹬那个马吗 对 黑方不行 就是把相连一下 对 主要这个二路马 就是没有办法 你一吃 我再飞掉你 下部退马 还有炮九平八 这个马呀 跟下围棋一样 他得把这个控死了 对 这个马也确实要丢 所以说 这个 缩号雨前面呢 这个棋子走得 有点过猛吧 嗯 这个走到这儿呢 就是黑方 尽管没有马鸡退掉 这个马也很难逃了 可能主要 红方对自己这个中路攻势 有点孤寂乐观 对 这个 这盘棋呢 就是说的 给人的印象呢 本来这个开局啊 红方是略占一点优势了 对 但是残局当中呢 这个行进的这个步伐呀 有点过于激进了 啊 就是太想这个迎棋 制造复杂局面了 但是呢 呃 用力过往 这个棋 黑方这么走呢 倒霉棋 啊 我金帅 这么一将 啊 我可以上去 上将 嗯 好 而电炮的话 马鸡退七 电炮 这个就臭子了 对 而不过黑帮也很巧 他选择了 他选择了一个 四五金六的一个走路 对 走到这啊 大家看啊 对 黑帮有一个四五金六 对 这个还挺巧 有一个双杀的一个棋 这个 这个棋走出来就非常精妙 嗯 这个四五金六呢 很妙啊 嗯 这个有这么一个术语 不知道 唐先生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将军大脱袍 将军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老将嘛 就是一将军嘛 他把这个 很潇洒 把这战袍一脱 准备去冲锋了 哦 这样 准备这个亮相了 嗯 现在是双杀 另这个老将啊 这个 这么一将 是将死 噬落不下来 这么一将 也是将死 主要在那 这个全盘一看 红方这个两个势 真的是成为障碍 这个 还不如没有 这个叫空头被俘 就是前边 后边 左边 右边 都是被杀 这个有势 回不来 对 所以走到这呢 应该说 红方呢 基本上大势已去了 那么最后 我们看最后一段 黑方最后 还是走得不错的 把红方这个子力 全部控制住 黑方 黑方也不着急了 现在看到这个马呢 你怎么也逃不掉了 他红方呢 又想去吃他一个象 黑方象也不给 反正我就把你马抓死 这个时候 他不时时机的 把这个马呢 蹬掉了 因为没有必要 再走了 那红方这个老帅 终于进来了 但是毕竟呢 他这个马呢 已经牺牲了 这个棋 应该说也意味着 最后这个 进入尾声了 对 当时是 当时平跑先僵了 就是说进马也可以 就是红方 在马轮进八 这个思路 主要是已经多子了 对 红方一降 最后我们看看 他是马五平六 对 黑方呢 马八进九 这个也很奇特 对 他走炮四平二 然后他马九进八降 这时候他可能 他下降 马八推六又降 因为你上降 炮就丢了 马轮进七 这个棋很精巧 他有一个炮雲三绝杀 他最后一部棋 僵了一下 他飞向 就是这个棋 也是很典型 你上降 他马轮进八 不然他炮我平六 就杀死了 对 那好 那有关这盘精彩对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嗯 嗯 感谢观看